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陈丽白 她是萌布布 还有萌波波 真的非常的可爱 我们知道他们是幼儿陪伴型的机器人 除了陪伴幼儿之外 还有很多的功能 包括了比如说安全的维护 还有生活大小事据说都能够提醒大家 是有这样的功能吗 是的 好 那么第二位我们要介绍的 则是知名的软体开发公司华康科技的 董事长李振英 李董事长欢迎您 大家好 我是李振英 是 李董今天也带来了一个机器人 长得不太一样 我们刚刚介绍的是照顾小朋友 这一台则是介绍银法族 我们看到还穿着Superman的衣服 是不是能够发挥超人一样 照顾人类的功能 不过我们要请教一下 它的名字很特别 叫康素 为什么叫玉米汤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手机上 这些apps很多 对 这么多的apps在一个手机上 看起来就像一颗玉米 是 我们觉得老人家 他要的是一个客制化的 有人帮他准备的 这一个机制 是 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玉米汤 每一个人的汤都不一样 是 可能盐巴多一点 可能胡椒多一点 对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 小朋友的机器人好了 这看起来真的很像哆啦Amon 它的身高只有54公分 对不对 听说当初设计的时候 就是为了小朋友的视角 可以跟小朋友来互动 不过我们要来测试一下 这个萌波波跟萌波波 真的有那么聪明吗 很多人可能会很怀疑 陈董 先帮我们幻醒一下 小艾 你好 我在呢 马上回应 真厉 那如果说拍打他的时候 他好像也会直接跟你互动 有这个状况吗 是的 在头部跟肚子 语音互动的模式 有很多种出身 您可以试试看 我来试试看 拍打头可以吗 可以 大家好 我是萌波波 很高兴来到踢观点 真的很灵敏 是 是 是 很不错 所以很多地方 他都可以直接跟你对话 是的 是 包括像这样子 对 就是头部的 我不认识你 所以我不知道 你的话太多了 拍打头部或者肚子或者语音 直接沟通都可以 你心情不错 所以如果拍打肚子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试一下 凯文 你好 我觉得踢观点是最好的节目 哇 这么会讲话 好漂亮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小爱是男的拉 他是男生 非常的可爱 不过我们来请教一下 就是为什么要设计 这五个地方拍打 小朋友都能够跟他对话的一个功能 其实这个第一代的机器人 就是在陪伴小朋友的时候 小朋友非常好奇 他一定会在机器人身上 东摸西摸的 所以我们刻意设计了头部 三个触摸点 然后肚子触摸点 还有语音可以直接 直接就是对话的这个功能 是 那么当然听说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很聪明的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VR或AR 对不对 那么里头也安装了AR 也就是扩增实境的一个功能 我们这个部分可能要来检测一下 因为既然是设计 要给小朋友做玩伴的 当然也必须要具有 寓教娱乐的功能了 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两个卡片 一个是鱼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这张则是牛 对不对 这可以协助小朋友来做一些认知 跟教育 还有中英文对照 那据说如果我把这个图卡 对着波波 我们来看发生什么事 还有水的声音 真的很可爱 它是一只非常立体的鱼 这个就是AR的功能 对不对 AR的功能 好 我们再来测试另外一张 这张是牛 我们同样也来测试一下 好 这是一只立体的牛 真的没有叫声 真的好可爱 小朋友应该开心得不得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AR的功能 也把它融进去呢 其实AR可以增加它的趣味性 还有就是情境的这个投入 比方说除了牛跟鱼以外 其实像小朋友喜欢的 设美人的故事 白雪公主的故事 我们可以设计就是城堡的卡片 当在讲设美人的时候 那个设美人的城堡就出现 然后让小朋友看到AR 听到声音 然后能够更进入那个情境 来听故事 那么未来除了AR之外 好像还有一些秘密武器 还没使出来是不是 真的研发的部分还包括什么 其实我们现在在帮机器人 扩充的这个功能 目前大概已经想到几十种了 那我们将来会在每一代 我们预估大概每一年 会推出一代新的功能 然后也会把所有的content跟云端的这个功能 能够增加越来越多 让小朋友不但可以听一千零一页 还可以听十万零一页 一百万零一页的故事 没有问题 现在小朋友真的好幸福 当然除了刚刚提到的娱乐跟教育功能 当初我们知道 在设计这个机器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社会是少子化 很多家庭可能只有一个小孩 两个小孩 然后爸爸妈妈又忙得不得了 有的时候还托给保姆 如果安全上面觉得不放心的时候 听说他还可以当bodyguard 真的有这样的功能吗 还可以成为怎么样的居家小帮手呢 举个例子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父母现在有的时候 两个都在外面打拼赚钱 交给保姆带 那在交给保姆带的时候 父母可能又会想着家里的小baby 或者保姆家的小baby 然后就可以透过这个APP的功能 手机跟机器人连接 可以利用这个远端的互动 你可以马上看到小baby 在干嘛 或者说保姆照顾的好不好 或者说小baby 如果说能够识别大人的话 他也可以透过荧幕来看到父母 所以他还可以透过镜头 直接跟父母亲来做视讯 对不对 这个就很适合 比如说有的父母亲 他是在台北打拼 可是小朋友可能放在中南部 对不对 跟爷爷奶奶 或外公外婆在一起的时候 那常常会需要 以前都是靠着电话 那以后就可以用视讯 而且是对着一个 可爱的娃娃来视讯 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冰冷 有这样的功能吗 对 是的 而且是零距离的互动 就是你不管要讲什么 只要小朋友能够辨别爸爸妈妈 他都可以看到你的影像 出现在他前面 这就是利用手机APP 跟机器人的互动 达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是 那么其实未来像这样子 服务型机器人 有一篇报道就说了 要服务的对象是谁呢 其实都是一些弱势族群 包括了老老小小 甚至有的可能是身障的朋友 以后也都要靠这些机器人来照护 那么听说 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功能之外 也许以后还会应用到商业的模式上 是的 好像你们还没有正式推出 还没有正式贩售 但是已经有什么投注站都来修 这个是要做什么用的 投注站 对 就是基本上 就是已经有投注站的老板 来询问过我们 就是说他们希望把这个 萌伯伯或萌伯伯 放在他们的柜台或者门口 这样可以招来 招来他们的客户 或者预告一些多大的奖 准备要开了 这个基本上有非常好的广告效果 所以商人脑筋动得最快 对不对 一看到产品之后 马上想到他可以做什么用 不过真的要让消费者有感 其实还是需要很长的一段路 要来走的 您曾经把它形容成说 机器人产业就好像一块牛排 很硬 很难咬 但是如果你真的啃进去之后 你就会发觉它丰富多汁 而且营养丰富 是不是真的如此 这个讲的应该是市场前景吧 是的 你怎么样看待整个机器人产业的市场前景 其实我们根据所有的国际的数据来看 就是机器人或者是整体的AI 它是很大的一块饼 所以我用牛排 牛肉来形容 可是因为这块饼 因为它的技术门槛很高 我相信李董也同意这样的说法 它技术门槛很高 我们希望早点卡位进来 因为其实台湾的厂商其实技术的整合能力很强 我们希望借由这一块的技术整合能力 早点跨入这个市场 因为根据数据来看 大概到了2025年 2026年左右 也就是说未来十年之内 其实AI整个的产业 很快会横跨这个造原的产业 那政府不是在找新的造原产业吗 其实AI跟机器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造原产业 不过陈总您刚刚也提到了 这技术门槛真的蛮高 然后不是一蹴可击的 比如说您在研发这个萌波波萌波波 大概花了多少的时间 我们到目前为止 大概已经花了两年多 接近三年的时间 而且其实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机器人大概要整合七大技术 从软体 硬体 韧体 还有语音辨识 影像辨识 还有就是说就是生化的AI 另外还有就是云端技术的整合 这七大技术要整合起来 才能够让一个机器人提供一个最好的服务 是 能够要整合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 一定有很多的困难 在研发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让您难忘的部分 研发当中就是其实这一块 就是人才非常的难找 因为其实就是台湾的硬实力非常的好 可是如何把软实力 还有我刚刚讲的云端的这个技术 整个结合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挑战 是 那么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目前整个竞争其实是非常激烈的 我们不要讲欧美国家 包括我们邻近的 日本 韩国 甚至中国大陆 对这一块其实都是展现非常积极的 你要说野心也是可以的 那么台湾绿组点会是什么 它的优势会是什么 还有就是比如说软银跟鸿海 已经研发出Paper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知道 那个华硕有Zembo 他们也已经都各有一席之地 那么现在要切入这块市场的时候 您觉得您的利机会在哪里 OK 我刚刚本身因为我们在马达方面 有很好的专长跟核心技术 因为像机器人也是一个马达技术延伸 可是我刚刚讲过其实重点是 台湾的整合能力 是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 所以也许比方说在单一项上面 我们不见得比美国日本要来得强 可是整合能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即使像苹果 苹果的基本上所有的整合 甚至代工等等 其实台湾占了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不过刚刚谈到了技术的部分 我们知道这次萌波波跟萌波波 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语音对话 好像已经是发展得蛮成熟了 有点像我们熟悉的Siri一样 对不对 就是只要在联网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跟小朋友来互动聊天 是不是有这么灵敏呢 我们再来试一下 小爱你好 我在呢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摄影棚好冷啊 不会吧 你饿了吗 小爱是不会饿的 可是我会饿 待会儿你请我吃饭吧 请你掏钱好吗 好 还会顶嘴呢 好 不过我们知道 这一次整个语音辨识的一个功能 当然是蛮高难度的 对不对 而且你们有六种语系 包括了中音日发西谱 是不是还有其他盲点需要克服 比如说我们会想到的就是 小朋友很多人是压压学语 是的 小爱真的能够很准确的辨识出 这个语意的内容吗 或者是说南枪北调 我们都知道光普通话 可能北方人南方人 但他讲的都不太一样 真的能够那么准确吗 基本上确实机器人 他的这个语音辨识技术 跟这个语意识别 基本上是很高难度的一块 不过因为小爱已经累积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 基本上功能已经 应该算还不错了 那我们曾经试过 其实小女生讲话 会比小男生更准确 所以小女生的讲话基本上 他的判别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小男生可能有的时候 年纪比较小 我们大概也有这样的区分 不过借由这个 蒙伯伯跟蒙伯伯 他的这个智慧的演化进步 在语意的这个辨识 这一块技术会越来越强 不过陈总您一直抱着这个 蒙伯伯 我们想要请教 就是蒙伯伯跟蒙伯伯 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们在设计蒙伯伯出来以后 基本上 其实我们已经尽量做到轻巧 可是它还是有五公斤的重量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设计在地上走 地上走的是蒙伯伯 那它还有附一个面板 可是它毕竟五公斤还是有个重量 所以我们后来就设计一个更小的 让它在桌子上走 那就是说那桌上走的就是 我们把为了减轻它的重量 把面板拿掉 所以就是说这个蒙伯伯 只有1.2公斤 只有1.2公斤 所以非常适合小朋友 拿出去携带去炫耀 或者一块玩耍等等 是 等于另类宠物了 对 另类宠物 我觉得早一点的时候 小朋友养的是电子机 现在养的是蒙伯伯 对 而且跟小朋友的互动会更好 对 而且刚刚陈总也说 这个宠物也不用帮他巴屎把尿 对 是的 是的 非常方便 而且绝对是可以像蒙伯伯一样的 跟你一样的可以对话 是 是 是 好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讲起来 就是陈总您曾经在一个专访的时候 讲未来5到6年 要达到百亿的营收目标 为什么会让你如此的乐观 还有就是整个台湾来讲 在机器人产业 如果想要跟世界列强来竞争的话 能够有优势吗 其实这个百亿的营收 我是一个预估 当然就是说 其实我们只希望提前进来卡位 其实以整个国际数据公司 所得到的资料 就是在未来10年 这个最起码是一个上造的产业 那当然台湾要加油 可是我觉得台湾非常强的一个就是 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技术整合能力非常的强 所以我在想在这一块 其实台湾也是有机会胜出的 好 我们稍待一会儿再请教一下 李董是不是同样也这样看 当然马上回来 这个老人照护的机器人 现在也要登场了 专门针对银法族的设计 有哪些聪明的方式呢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